欢迎三位 欢迎你们 欢迎你们 出尔 西美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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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做路健 今年20岁 来自江西星渝 现在是一名大四学生 我叫杨燕 来自湖南湘西 今年28岁 在年龄上 两个成年人 一个孩子 但是他们的记忆力应该都是非常不一般的 这样我们问一下 各位 近期内最好的成绩 大概是在什么范围 我在2016年 是儿童组快速不克牌的 中国冠军世界亚军 并且打破了儿童组 27秒的世界纪录 成绩是多少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是25秒 你在哪里参加这个世界比赛 就去年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对 那个比赛是不是给你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对 我是2015年接触的记忆 当时在整理行李的时候 爸爸给了我一面国旗 说让我要上台领奖 当时全家都觉得 这是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你才训练了两个月 就要去世界比赛上拿奖 但是我还是把国旗带上了 结果谁也没有想到 竟然真的在世界比赛上拿奖 我带着国旗走上了领奖台 那面国旗成了全场最耀眼的明星 好 那小周 你的最近一段时间最好的成绩 我平时训练的成绩 一般都在20秒内 20秒内 一般都在20秒内 那为什么这个记录两年没有破 其实是因为我去年比赛的时候 我的官方成绩是38秒 然后我是在今年的时候 才突破自己的 你从38秒一下子飞跃 到了20秒内 你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中间有一个小故事 因为我30秒确实停留了不少时间 我就给自己一个小目标 我告诉自己 如果我没有成功的话 我过年就不参加活动了 窝在家里 对 在家里训练 最终 还是没有成功 所以你就过年就闭关 对 所以我过年前面三天都在家里训练 从早上一直练到晚上 当然 努力是不会辜负人的 最后这个成绩非常令我满意 应该是三天 让他突然找到窍门了 你的成绩怎么样 我的成绩和这个世界纪录相差无几 我在2016年拿过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 对 那记录是 成绩是 21秒 21秒 差0.5秒 就差一点点 所以今天 今天我绝对有信心 能爬到这个纪录 三位应该都是带着这样的状态来的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三位要面对的挑战规则 三位挑战者 在最短的时间内 记忆同一副打乱顺序的扑克牌 然后用一副新的扑克牌 将其复原 全部复原正确 且记忆时间 能够打破20秒44的世界纪录的 极为挑战成功 最终用时最短者 胜出 所以对于各位来讲 今天你们的目标是在世界纪录这个高度 而不是彼此 52张牌有花 有数字20秒 然后要破纪录 这世界纪录嘛 难度太高了 我觉得今天这一轮 可能不会有人走到这个荣誉殿堂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专门请到的裁判 郭传威先生 郭传威 世界记忆运动理事会 中国区秘书长 国际认证裁判 作为本次挑战的见证者 他对挑战规则 提出了修改意见 作为国际裁判 我今天有个建议 就是编古月 作为一个13岁的少年 所以他如果今天 能够挑战25秒04的 少年组的世界纪录 那样的话 他也是算是挑战不可能 好 那么接下来 三位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了吗 做好了 我们有请三位走上挑战位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来为我们三位挑战者 戴上眼罩和耳机 接下来 我们有请裁判员 先检查一下 我们目前放置在台上的 这些扑克牌 越年轻他记忆力越好 老人像我这个记忆力 就不太好 经过我的检查 这是一副全新的扑克牌 现在有52张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请裁判员 到洗牌区 将扑克牌洗乱 并且进行检查 国际评审郭传威 将选好的一副 52张扑克牌随机打乱 然后由三位挑战助理 复制三副 完全一模一样的牌 经过反复确认55号 交致挑战者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将挑战者的耳机和眼罩摘下 根据国际比赛的标准 三位挑战者 必须在前五分钟的任意时间段 完成记忆 在后五分钟的复牌时间 任意时间段 完成复牌 在规定的时间里 挑战者可以随时开始 现在请三位挑战者 检查你们的计时器 开始 选手检查完毕 请举手示意 好的 各就各位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这项挑战 是考验人瞬间记忆的能力 挑战者需在五分钟内的任意时间段 快速记忆52张扑克牌 那么 五分钟内前段时间的记牌者 他看到的信息 会在大脑里停留的时间较长 这是会加深他的记忆呢 还是会逐渐遗忘 而选择在五分钟后半段的记牌者 他会记忆更清楚 还是不稳定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舞台上我们会要求自己只看一遍 并且保证看完一遍还得记住 所以这也是他的难点所在 我觉得今天这一轮可能不会有人走到荣誉殿堂 周璐健率先以17秒593的时间完成了记牌 目前在时间上 他暂时领先于世界记录 现在的记忆时间还剩三分四十五秒 我们需要就是完全一个好心态 摒记所有的目光 把这个焦点和气场给摒记掉的话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锻炼 是一个很艰难的 basically 可以看到他 但是这种非常艰难的 也必须留下了 不是 只要是一个最终的 是一个最终的 有些是有些空 杨燕现在的计牌时间是20秒805 即使他五少张牌复牌全部正确 他的挑战也没有打破世界纪录成年组 20秒44的成绩 接下来还没开始计牌的编古月 能否打破世界纪录少年组25秒04的成绩呢 好 现在编古月也开始计牌了 它的用时会是多少呢 22秒也是我之前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达到的一个成绩 觉得挺开心的达到了自己的第一步 目前三位挑战者都已经计牌结束 走路见和编古月虽然在记忆时间上 暂时领先世界纪录成年组20秒44和世界纪录少年组25秒04的成绩 但是他们还需要准确地完成复牌 才算最终挑战成功 3 2 1 记时间到 选手停止记忆 现在五分钟复牌时间 开始 在五分钟的复牌时间内 挑战者须将一副全新的扑克牌 还原至他们刚刚记下的扑克牌顺序 一张不差 极为挑战成功 编古月虽然在副牌的过程中 好像碰到了难题 有几张牌的位置 他好像无法确定 13岁 看得出来好像有一些困惑 这种博牌记忆是需要你的精准的记忆 就是每张牌都不能错 必须是百分百的正确率 随着复牌时间的加长 对脑力和体力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此时 距离五分钟复牌的结束时间越来越近 而编古月对最后几张牌的位置 依旧无法确定 它能顺利完成副牌吗 好的 编古月也完成了副牌 时间还有四十多秒 我这个年龄的话 其实耐力和定力是不够的 但是我很自信 我一定能够超越自己的水平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复牌时间到 请选手停止复牌 我们接下来有请挑战助理 将挑战者复原完毕的扑克牌 放入到我们的验牌区 此刻 验牌区已经放入了目标牌 接下来要看挑战者 复原牌 顺序 花色 是否和目标牌完全一致 有请挑战助理开始验牌 也有请我们的裁判 全程监督验牌 开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目标牌 梅花石 接下来我们来看编古乐的第一张复原牌 梅花石 周禄剑 梅花石 梅花石 杨晏 第一张牌都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张 目标牌 方片七 边谷运 方片七 周禄剑 方片七 虽然在平时训练的时候 我都是很有把握 很有自信的 但是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 目标牌它一张张揭开 我觉得我有很大把握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全对的 下一张目标牌 黑桃四 编古乐 黑桃四 周禄剑 黑桃四 杨晏 非常遗憾 杨晏 这张牌出现了一个失误 黑桃吧 所以杨晏的这一轮挑战 没有办法继续了 我们这个年纪 在整个季节是属于一个偏老的 不是一个黄金年人 接下来我们接着来验 下面的一张目标牌 红桃二 编古乐 红桃二 周禄剑 接下来下面的一张目标牌 梅花钩 编古乐 梅花钩 周禄剑 梅花钩 目标牌 梅花五 编古乐 我觉得我有很大把握的 我很自信 我觉得我应该是全对的 我一定能够超越自己 很遗憾 编古乐在这一张牌出现了一个失误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不甘心吧 虽然大部分都对了 但是一点点错 也是导致最后的结果失败的 目前编古乐退出了这一轮宴牌 在第十张牌的时候 少年组的编古乐也出现了错误 遗憾地停止了他的挑战 而最先完成记忆 且用时仅有17秒593的周禄剑 能否在剩余43张牌中 准确无误 挑战成功 创造出新的世界记录呢 我们来看周禄剑的这一张 梅花五 继续验牌 目标牌 红桃石 周禄剑 红桃石 目标牌 方片八 周禄剑 方片八 目标牌 方片十 周禄剑 方片十 红桃七 梅花尖 黑桃九 黑桃五 梅花二 红桃沟 红桃三 梅花三 梅花四 梅花八 目标牌 黑桃剑 走路见 不对的 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 整个身体都麻木了 我明明记得是对的 黑桃天 吓死我了 手别抖啊 不能抖啊 原来是手滑了 我放对了 那一瞬间的时候 我整个心紧张到 我那个心快掉下来了 没有 这个姑娘也紧张 我们的挑战助理也紧张 手心有点出汗 他制造 沾上了一张 制造气氛 别着急 这会儿不能制造气氛 受不了 来 目标牌 方片钩 走路见 方片钩 方片钩 目标牌 此项挑战 不允许挑战者在副牌时 有一点错误 如果周路见剩下的十几张牌 能够完全正确 那么 他将打破二十秒四四的世界纪录 一项全新的世界纪录 将就此诞生 但是 哪怕是在最后两张牌出错 也是满盘皆输 在最后几张牌的时候 我也特别特别地紧张 如果我自己错了的话 那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地遗憾 所以我的属性全都是汉 红桃五 我觉得现在可以开始每一张都有掌声了 目标牌 梅花九 周路见 梅花九 目标牌 黑桃圈 周路见 黑桃圈 目标牌 方片K 周路见 方片K 目标牌 梅花七 周路见 梅花七 目标牌 红桃圈 红桃圈 周路见 红桃圈 目标牌 红桃K 周路见 如果周路见能完成副牌 那么他将打破 由德国选手保持了两年的世界纪录 红桃K 目标牌 黑桃圈 周路见 黑桃圈 目标牌 方片九 周路见 方片九 两年的记录 真的有可能就在今天晚上 在我们的见证下诞生一个新的吗 目标牌 红桃九 周路见 杜苗如年 从底下慢慢地挪起来 那个瞬间 我感觉我看着他 就感觉过了一整年的时间一样 很慢很慢 当我看到底下那个数字的时候 以及那个花色的时候 那我的心就已经静下来了 红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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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张目标牌 红桃六 周路见 红桃六 没有了 全部正体训细 哇 厉害 谢谢大家 的